一两千喜一直热爱艺术 兴趣广泛 时不时会在INS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是一位非常具有高雅情绪的少年 盘珠子 画画 书法 泥素 他的日常生活充实丰富 像一个老派又自由的艺术家 两千前他刚刚上线 发过INS透露出自己还在重庆拍戏的信息 先前在登INS分享泥素作品 千喜说他喜欢泥素 是因为偶然看一个捏泥素的视频 创作的样子很吸引他 于是就去尝试 尝试之后就喜欢上了泥素 千喜之前也在INS上分享过泥素作品 也得有人油麻油孙悟空 虽然刚学习泥素不久 但是作品行神结局 对于初学者来说算是很优秀的了 这次的泥素作品是一个人头 看起来满满的艺术感 文艳还配了好几个小表情 粉丝纷纷表示 看着高昂的头颅 和千喜跳舞的表情简直如出一辙 这捏的就是他自己吧 是不是很像工作这么忙碌辛苦 千喜还能抽出时间学习泥素 不得不佩服千喜的毅力 也看得出来千喜对艺术有足够的热爱 能把时间管理得这么精细 怪不得经常有人说异样千喜一天 是有48个小时吗 但是这次千喜分享作品 却被自己粉丝对了 千喜分享她的泥素作品 不仅360度为泥素拍了照 还特地用了黑不当背景 而且根据照片右下角 透露出来的边缘显示 这应该是个衣角边吧 千喜是拿了自己的黑衣服 为泥素做背景吗 这对泥素的上心程度 怪不得惹得粉丝不满 开队你拍自己怎么不这么用心 千喜很少发自拍 一发还总是高虎 没有新途可以欣赏 感觉生活少了好多快乐 粉丝这也是在暗示千喜发自拍 分享自己心多的千喜 应该以为粉丝都会一片称赞声吧 没想到这也能被粉丝怼 不知道千喜看到会做何感想 不过千喜和千只贺 千喜粉丝称呼 经常以部队为快乐 千喜什么时候能乖乖听话了 那才真奇怪啊 话说回来 千喜真的各方面都在进步 不光舞蹈 演技 甚至只是业余兴趣的泥素都在进步 千喜的艺术天赋难得可贵 而且她在百忙之中 也能抽出时间来进行捏泥素 这份不交不到的气质 很让人喜欢 大家喜欢千喜的泥素作品吗 欢迎留言表达你的想法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